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我们叫直觉 然后第七感对我来说 是我选择之后的直觉 哇 好有哲理啊 等一下要绕一下 选择之后的直觉 也就是说这个直觉是 自我洗脑的 自我洗脑的 OK 我还想说这个直觉 可能来自于很多的人生的 已经有过一些历练了 一些时间的沉淀 时间的沉淀 对 我叫它实觉 实觉 OK 时间的时 对 是 OK 哇 实觉 就是很多事情你都经历过了 然后到了这样的人生阶段之后 你会更从容一点 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不会慌张 所以你整个人的态度 就会更加的明朗一点 哇 OK 好 也就是亮影现在来到的人生阶段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OK 好 第七张专辑了 从一路这个选秀节目开始打拼 到现在 好几年的时间了 我们看到的是 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进 然后奠定了你的 不但是歌唱的基础 而且是在整个华人音乐圈的歌唱实力 迈向了一个国际化的规格 非常不简单 对 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每年最开心的是 我又骄傲一点的讲 我觉得我每年唱歌有进步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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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哇 你的 一开始你的那个海豚音 就已经轰动武林了 然后 就是 没有 我觉得我比赛刚结束的时候 我唱的并不好 就是其实有蛮多的瑕疵 然后真的作为 就是要作为一个艺人 其实那样的要求是不够的 所以每一年都在不停的 希望有提升 然后也是这些年 真的有很多特别棒的音乐制作人 然后也跟很多歌手 有一些交流合作 我觉得对我帮助特别大 是 哇 好 亮影其实真的真的非常谦虚 特别是 我先提一下 就是在前年 一二年的那张专辑 叫《请听》 那张专辑虽然亮影 应该是比较那次没有机会来淘汰台湾做宣传 好 可是呢 我们大家都听到了 那张专辑我觉得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 因为你能够在现场收录的状态底下 跟大乐队一起合作 然后选了很多 我们也不是说特别难度高 可是那些歌曲都是非常深植在我们心中的 也有一些新歌 这样子的一张专辑 一般女歌手其实不容易去挑战 对我来讲 那一张是一个声音的记录 就是在我27岁的时候的一个声音状态 然后可能那个时候的人生状态 就是有一种突然发现 每一刻都是特别的 每一年自己的对音乐的理解 然后唱歌的状态 声音的状态都很值得留下来 那一刻就是只是想要把它留下来 所以选取没有一个 很统一的方向 有特别老的歌 很经典像孟田 然后新歌里面也有全新的英文的歌 叫Single 然后也有很 比较有点Rock的东西 是 你还把女人花跟别的歌曲一起融入 一起融合 对女人花是跟一个 150多年前的一个很老很老的旋律 组合在一起 然后重新填词 是是是 那张专辑我们听了特别有感觉 因为听一般的新歌的专辑 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那里面有一些历史的一个温润的一个厚度存在 而且那里面即使是新歌的话 也只有那一次的现场 也没有录音的版本 这就是一个one take 特别的珍贵 OK 好 亮眼真的又谦虚 然后又直白的一个女生 因为刚才在这段 这个讲前天那张专辑的时候 也把自己的芳华几十数字也讲出来了 其实没有关系 我前几天我跟人分享说 我说人女人应该正视自己的年龄 就是一个把外在美转化为内在美的时候 只要这样 你只要把它真的转化进去了 时间就没有白白的流走 是是是自然就是没有 OK 所以恰指一算 你的第七感新专辑 已经来到了一个 29岁的这样子的一个 人生历练的年纪了 在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底下呢 难怪所谓的时觉 时间的感觉 其实又是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好 第七感 这首歌曲 除了表现时觉之外呢 这首歌曲在现阶段对你来讲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是我现在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生活氛围 OK 然后因为这张专辑做下来 是一个粉色的基调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很喜欢粉色 连话筒我都做了一个粉色的 对 然后 你这次的头发也都染成了粉色 对 我觉得有一些时候 因为人生当中 不会所有的事情 都按你想象的去发生 但是你不能因为 它没有按你想象的发生 就抱怨 然后给自己很多的负能量 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些 我刚刚讲洗脑 就是就不好的 怎么样把它想象成好的 或者是说 就给自己一个精神世界 让它永远都是粉色的 然后你永远 这个直觉 都是在直觉你挑出来的好的部分 往好的部分去想象 坏的就先忘掉 对 我觉得 刚刚听亮影分析 这样子的跟我们分享 感觉上好像是一个人生的大道理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随时一个小细节都会碰到这个状态 比如说这两天 有朋友 比如说大家有聚会 那要聚餐 比如说有的想要去这个地方 有的要那个时间 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地方的阴挫阳差 那有的朋友他就会觉得说 哇那你怎么好像都没有尊重到他的想法 就这么一点点的一个阴挫阳差 就有这个负能量 然后就觉得 把小事情变得很严重 对 哇 随时都可以能碰到这个状态 对 其实当大家都有一些情绪的时候 就选择性的 只去想好的 慢慢的就是坏的事情 你都会觉得 哎 说不定他有好的一面 你会突然发现他闪光了一点 对 对 所以这首第七感 特别能够感到一个幸福的 一个温暖的氛围 我也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 会有一个粉色的画面 在你的脑袋里出现 是 这首歌曲非常的重要 同时也是来自亮颖自己的一个 作词的一个创作 好 所以这个整个的想法来自你自己的 对 主要是 名字 是 我觉得最后一句 其实我并没有拿他押韵 对 最后一句你唱的是 你是我的第七感 对 我觉得就是你是我最美好的预感 哦 对 对 哦 好 现在碰到这样子的人了吗 OK 你是我的第七感 除了现在 在此时此刻 走出我们这个播音室之外 在你的生活当中 出现了这样子的人了吗 呃 我觉得 肯定有的 我一直都讲说 我会在我结婚的时候告诉大家 结婚的时候 对 哦 我觉得 这一天 感觉上已经离我们非常接近了 是吗 对 你怎么会这样认为 我真的这样认为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一个女生的感觉 所以你觉得我是会闪婚的那种吗 是是是 我觉得你会这样子 好吧 因为真的真的 因为我 因为大家不觉得吗 亮影 其实唱歌啊 你的声音 你的这个音色是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特质 可是听你讲话 大家不觉得亮影的讲话是非常有权威感的吗 是一个 会吗 有 你的声音很像女主播 有一个 那我 一会我出去挂个号应聘一下 好了 如果有什么还没有对外公开的消息的话 就让我们在心目中想象一下了 我希望亮影真的是这么可爱 然后这么会唱歌 然后这么努力的一个女生 应该可以 绝对行的了 碰到一个非常棒的第七感的一个理想的对象 我会加油的 会加油 OK 第七感很重要 所以从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我们就接触到亮影带来的《我是我的》 这首歌曲 其实我觉得你这次的专辑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大自然的一个气息 我觉得怎么讲 人的每一个阶段 小时候就永远想往家外面跑 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好玩 很精彩 很新鲜 是 然后再大一点 在就是到进入社会的时候 你会练 眷恋学校 眷恋家庭 会有一个很宅的时期 哪里都不想要去 对 然后人生总是有一段时间走得很快 有一段时间就走得很慢 是 然后像《我是我的》这首歌 我会觉得这是一种 每一个人短暂的慢时期 是 就是你要逃避的那一段时期 你觉得人生减速的那一段时期 你应该跳离出你的背景版 你的责任 然后短暂的自私的做一下 我是我的 然后深呼吸之后 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再回到自己的责任 回到自己的角色 OK 我好希望你成为女主播 因为女主播 你每天告诉大家 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道理 透过这么漂亮的女主播讲 我觉得应该能够把我们的 这个整个的社会 进化到一个非常美化的社会 大家全部都可以听进去 真的 就不由自主地往这个道路迈进了 我觉得人都不是天生完美 也没有谁一直都想着 就一开始就很好 我觉得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认识了很多值得的朋友 然后他们通过跟他们的交流 然后慢慢地让自己变成 一个越来越好的人 OK 这首我是我的这首歌曲呢 其实也好像是亮影 现在的一个人生观 对不对 就是要乐在当下 我不会再逼自己 一定要怎样 对对对 要乐在当下 同时因为你已经过去累积了 这么多的一个歌唱的实力 走了这么多的道路 所以呢 稍微可以乐在当下一下了 我会有的时候觉得 不是所有的事情 勉强就能成功 所以偶尔的让自己深呼吸一下 调整一下状态 再继续会比较好 是是是 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呢 也来到了让亮影 要忠于自己风格的这个阶段了 这首歌曲是阿迪亚老师来制作的 也跟阿迪亚老师也合作了 好久 之前有两张 我相信和改变 是一路合作下来 所以呢 尤其这张专辑感受到 你跟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 一些老师们的合作 包括了香港的 包括了韩国的 对 还有Jay Trunk 对 Jay Trunk老师 李九哲 对对对 这里面还有杰伦的创作 还有方大同 所以这张专辑 哇 请来了这么多不同元素的 这些各地的老师们 来帮你加持 所以使得亮影的这个 这个跨区性 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显 现在 这个专辑真的可以总结为 良师益友的 良师益友的专辑 OK 跟这么多老师 有名的老师合作 有没有哪一位你印象最深刻 印象最深刻 是 其实他们多多少少都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大同会比较 稍微过分一点吧 过分深刻一点 过分深刻 为什么 其实中间有一首歌 完全不是我以前 有唱过的那种 grooving 所以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然后我大概中午一两点 开始进棚 这个适应一直到了 晚上的七八点 才正式开始录 哇 这么长的时间 我从一点唱到 有七八点的样子 但是这一段时间 一直都没有找到 想要的那个感觉 我跟大同都觉得 有一点点不对 然后他也是要求 特别 这么长的时间 问题是出在哪里 其实是感觉 都是一些小感觉 一些律动上面 或者是一些语气上的东西 因为我想要找 就不是说纯粹的模仿方大同 就是 但是也不能完全就改到 没有他的味道 就介于我跟他之间 要找那个度 对我们来讲 花了很多时间 哇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真的是非常难得 因为你从方大同身上 也能够吸收到一种 以往没有的 不同的一个grooving 那可是呢 方大同其实我觉得 他透过你这样子的一个演绎 让大家能够接触到 方大同的音乐 透过张亮影来诠释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对 我觉得这个沟通 这样子的一个传播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打饼 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大同的音乐 我觉得太有风格了 包括像这一次杰伦的那首歌 也非常杰伦 对对对对 你会唱杰伦那个歌的那种感觉 也非常特别 但是我不会像通常的 一定要抹掉这个人的印记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闪光点 他们的特色 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 这种合作 就是要让自己尝试 自己以前做不到的 还没有做过的事情 当你做到了那种 唱歌当中的享受 那种你做到一件新的事情的成就感 远远大于这首歌能被多少人去 就是他们的认知 怎么样去传播接受 对 而是在你的一个成长 对 这是我自己的成长的意义 也会更多一点 好棒 我觉得这个所有的歌手们 都能够往这个目标迈进的话 我们的华人流行音乐 就可以真的叫做渊远流长 传播到全世界 然后刚才大家听到了 亮影讲到跟方大同这次的这个合作 其中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大家在找那样子的一个互通的一个点 那也就知道说这首歌曲是经过多长的时间 这样子一个磨练出来的一个非常最后 呈现出来的非常棒的一个成品 所以呢 张亮影今天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表演 在飞碟一点通 等一下我们广告过后呢 亮影就会把跟方大同合作的这首歌曲 然后呢在现场 现场哦 要唱给大家听 不只是听他带来的这个CD而已哦 OK 好 现在呢我们先欣赏亮影这一次的专辑的同名歌曲 第七感 谢谢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我的第一期感 1月38分 欢迎回到飞碟一点通 张亮影在我们的现场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亮影 好 张亮影带来了她的最新的第七章传辑 第七感 刚才大家听到了第七感这首歌曲 也是来自张亮影自己的作词 好 特别讲到了就是所谓的实感 时间的感觉 现在张亮灵来到了一个自己最棒的一个时间感觉的状态 就是要乐在当下 这次的专辑刚刚大家也知道了 有跟很多的老师们一起合作 特别提到了《微笑以后》这首歌曲 对 跟方大同是 这首歌曲其实讲的是一个分手以后 这个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 彼此的都割舍不下 对不对 对割舍不下 可是就像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 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强烈 是 就是都是淡淡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悠伤的歌 但是那种伤不会是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 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好像你的悲伤都不会那么的强烈 你学会忍耐 学会把情绪放在心里面 然后你白天还是正常出去工作 出去跟朋友聊天 然后晚上回到家 自己听一个忧伤的音乐 自己在那边默默的忧伤 然后那个所有的东西 会从心里面再把它叫出来的感觉 然后在朋友圈发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是是是是 然后天一亮 整装待发的时候 对天一亮就好好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的天哪 现在人真的到最后恐怕会疯了 对所以要适当的让自己发泄 所以听这首歌曲 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表达出来 我们听到的亮影的 在这个歌唱方面的一个技巧方面 就是R&B的这个转音非常的自然 这个自然其实若干程度 也是要表达出这样子的一个 心理变换的一个感觉 就是听起来好像轻松一点 你能听到那种 这是一个伤感的音乐 可是你不会觉得这有里面有过分的伤感 是是是 然后呢 因为跟方大同合作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方大同歌曲的一个特色 所以呢 亮影在这个特色里面的 所谓的grooving是 我觉得是非常具有一种弹性的 这个弹性 真的是这个解说起来 这个很难解说 不如就是听亮影在现场 今天真的是 刚才还特别提到 在广告时间说是第一次 对不对 对因为之前都没有试过在电台唱这首歌 电台话筒应该没有加任何的音效 所以大家 所以真的叫原因重现 真的真的叫做超女大考验又来了 好吧 然后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 只有节奏都没有key 所以 好 让张亮影告诉我们 微笑以后有多难唱 我们来欣赏 OK 我笑以后 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 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 爱错了什么不走 难过以后 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 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 太坚强是个诅咒 太坚强是个诅咒 我有离开的勇气 却舍不得让爱情死去 我的心说在努力 没有你又有什么意义 我真的好想你 也真的对不起 每一秒都想你 我真的妒忌 我恨的好想你 若能够再一次爱 我怎么都不会忘记 我还爱着你 再问日期 写下泪滴 都来不及 难过以后 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 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 太坚强是个诅咒 我有离开的勇气 却舍不得让爱情死去 我的心说在努力 没有你又有什么意义 我真的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也真的对不起 每一秒都想你 我真的妒忌 我恨的好想你 若能够再一次爱 我怎么都不会忘记 我还爱着你 我还爱着你 在我日记 写下泪滴 都来不及 那些回忆 都躲不过 一点一点的折磨 我问自己为什么 其实在顶簸 又禁不起思念的跳过 是固执还是执着 我怎么好想 只为你而活 就这样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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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秒都想你 好妒忌 我真的好想你 若能够再一次爱 我怎么都不会忘记 我还爱着你 在我日记 写下泪滴 都来不及 在我心里 写下泪滴 都来不及 哇 真的是太棒了 居然还有掌声 还有尖叫 好先进哦 哇 天哪 我作为这么近距离的一个歌迷 哇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太幸运了 真的太厉害了 哇 你一定要看到亮颖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的那个 你刚才那个整个投入的那个神情 然后 其实是小心翼翼 哈哈 生怕唱走音 电台好干净的 走一个音就会听得很清楚 哇 这真的不愧 真的不愧是这个千锤百炼的 这个选秀节目 真的是千锤百炼出来的歌手 刚才特别是听到 我真的好想你 也真的对不起 哇 当然如果一个女生 她用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再唱出来告诉你 真的对不起的时候 所有男生应该立刻就 其实我会觉得 立刻就已经融化了 因为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理解 为什么我好想你 然后还要对不起 是是是 但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的很多的女生是那种 我宁愿一个人在家里想你 我都不会原谅你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对所以对不起 我可以自己想 对对对 对不起之后是点点点点点 不见得是真的道歉 这里面有很多的含义 对 大家要去体会 好这次张亮影的第七感的新专辑 刚才这首歌曲是跟方达彤合作的 同时呢在广告前也有提到说 这次的专辑里面 也有跟周杰伦一起合作的歌曲 跟周杰伦合作的 这首叫有没有 这首也真的是非常的特殊 大家想想看啊 杰伦的那样子的一个特色 然后张亮影这样子的一个音色 两个要怎么样能够 特别是说的部分 是 其实有很多杰伦的一些语气在里面 可是我觉得当时开玩笑 就是录完的时候 金老师就讲说 你这个说的部分真的很像杰伦的那个说唱 我说 我有把字念很清楚啊 杰伦现在的字已经变很清楚了 对 我有跟他讲 我有跟杰伦讲 然后他自己也是笑 感觉很好玩 真的好机会难得 我们欣赏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好不好 谢谢 真的时间好快 我们欣赏一小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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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在笑了又默默的又慌 忘了又想了重复 忽然是能忘记 能忘记要做什么 才知道哦原来你想的 并不是我 对话恐怕又迢迢 我会很牵挂 在旁边有先等待不及待 不知道是在干嘛 故事说的影响 在无法生活过激的谎话 两个人看了 那听得到怎么还有一时差 吵闹的城市中 和我肩并肩的心走着 你应该还觉得寂寞吧 你眼前的世界 好像比较快乐 不努力留恋中 想问你发现我了没有 爱情可能 有没有 是张亮颖带来的 周杰伦式的情歌 这首歌曲呢 一开始主歌进来的地方 非常的低回 非常的迷离 好像在呢喃式的 对 其实这是一个女生 心里暗暗的抱怨 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讲 有一个族群叫低头族 低头族 对 手指不断地在滑 对 不管是朋友 还是爱人还是家人 大家坐在一个桌上 然后各自发信息 特别昨天有一个 好笑的事情 我在朋友圈看到 我一个朋友 跟他老婆 在那个朋友圈里面 老婆说 我好想吃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老公就在下面回 说 你想吃 我带你去吃吗 然后他老婆又回答 真的真的 那我们给你去 然后他们俩就在 朋友圈里面 所有人看到 他们俩亲密的对话 然后 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在下面回了一个 我说你们俩 不会是在一个房间里面 发朋友圈 伤脑筋 是秀恩爱吗 是是是 真的是伤脑筋 这种感觉真的是 有的时候 这个手指不断地在滑动 可是我觉得 那个内心其实是很寂寞的 对 就感觉 大家抱着手机的时候 会忽略了身边的人 有的时候就会 忍不住 你可不可以把手机放下 我坐在这里 对对对 然后 亲自地把你的声音 传输给我 好不好 对 好 张良影带来了 第七章的最新的专辑 第七感 这次的专辑里面 有一个巴扎这首歌曲 直接是用了一个时尚的 Magic的这个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 也是我自己写的 是 然后我觉得是我这些年 拍照片 拍MV 总结下来的经验 是 从最早我完全不敢看镜头 然后到现在 知道怎么样在镜头前面 稍微有点小小的表现自己 哎呀太可惜了 这次我们看到你的照片 拍到哇 真的是 那个是 简直是时尚model 真的是第一名模的感觉 好厉害 有吗 有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下 好 谢谢张亮影带来的第七张专辑 第七感 也希望这次的新专辑 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 谢谢首歌 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 也谢谢所有台北的听众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张 第七感 好 常常到台北来 好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让你想要特别失败 寂寞并领个好崇拜 直觉去主宰 It's alright Small guys 谈过情绪专业性的姿态 血跟载道依然随心摇摆 Romantic style 不怪 Ciao